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第五课的练习题部分 第一题是仿照例子在画线上挺适当的讲明 我们来看例子说 田中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 没问题吧 那么这个地方你看每天早上Maya-san它是一个笼统的时间 然后六次三十本是一个精确的时间 笼统时间和精确时间是不需要填任何诸词的 所以这个地方什么都不需要填 那另外6点30分6点半起床 精确时间加动词的时候中间需要加一个诸词 没问题吧 好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条题是今何时 然后です那这两个空大家分析一下 应该怎么样来填还是说不需要填呢 对这个题的话呢一看是不是就指说现在几点了 对不对 现在几点了 然后那么这个构成一个疑问句 所以的话呢后面是不是指的是 对好无疑问后面要填的是 好无疑问后面要填的是 所以说今何时ですか 那么中间的这个地方呢是什么都不需要填 今何时ですか 下面第二个说 昨天是几点钟起床的 是吧 昨天几点钟起床的 那么这个的话呢我们刚才有讲过 就是在本课当中出现过 何时后面如果出现了动词 那么这个时候中间要加什么 对要加一个注词 所以何时に置きましたか 好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三番 毎日9时5时働きます 那么大家根据给出的这些单词 根据给出的这些单词 来看一下这个应该怎么样来填呢 每天9点5点 这是对上班啊 对很好就是每天从9点到5点上班 好那么每天后面怎么办 对不需要填啊 因为每天是笼统时间 而9点是精确时间 笼统时间和精确时间之间不需要填任何注词 然后9時后面填什么呢 对啊9時から5時まで 9時から5時まで働きます 好4番 試験はいつですか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看 考试什么时候ですか 那如果我要是说考试是什么时候呢 是不是这个地方什么都不需要填 啊说試験はいつですか 是不是就OK了 对吧 什么都不需要填 那么除了什么都不需要填 如果要填的话 是否可以填一个其他的注词呢 有没有其他可以填的词呢 对对对啊 然后我们可以填一个から 試験はいつからですか 然后说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对吧 可以填から 好 然后次下面的5番啊 先週土曜日休みませんでした 啊那么先週呢是一个时间上一周 土曜日呢是星期六是不是也是一个时间啊 然后呢 休みませんでした 指的是没有休息 上周六没有休息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看上一周和周六 这个都是两个笼统的时间 两个笼统的时间之间呢啊 可以不填 如果要填的话呢 也可以填一个 no啊 然后所以的话呢 说先週の土曜日休みませんでした 或者说先週土曜日休みませんでした 两种情况呢都对啊 两种情况都对 好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啊 第二题呢是翻译 第一个说森先生七点起床啊 森呢七点钟起床 那么在这个句子当中呢 咱们要分析一下 首先它的知识点 七点 精确时间 起床是一个动作 那在这个精确时间进行某一个动作的时候 对要加2啊 那么起床怎么说呢 对置きます 七点是 哎 好整个连接起来 这个句子就说 森呢是七点钟起床的 那如果我要是说 就指的是 通常情况下都是七点起床 如果说 就是他七点钟起床的 所以呢 咱们在说话的时候 根据具体的情况啊 然后来进行一个灵活的变化 好下面呢 看第二个说 我昨天没上班啊 那么这个句子我们首先要分析一下时间 昨天 所以过去是 没上班 是一个否定形式 所以你的这个句子连接起来 必须要有一个过去否定式的表达 那昨天没有上班 上班呢 我们是不是本课当中的单词是 働きます 那么昨天没有上班 要变成过去否定式 应该是什么 对 好所以呢 这句话连接起来 我们说 好那么有些东西说 我昨天没上班 没有出现我呀 那么这个我们之前就给大家讲过 日语当中的特点呢 就是说 在表达句子的时候 如果没有主意 默认主意是我 如果说我怎么怎么样 那么把私呢 常常省略掉 不出现啊 这个就是他们表达的日语当中 表达的时候呢 就是尽量的不主观 不强调个人的一个习惯啊 次 下面说 昨天从上午9点工作到下午6点 好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句子的构成呢 的重点的词是 从什么什么到什么什么 看到了吧 然后从上午9点到下午6点 9点是 对 6点是 那么工作这个词 我们是不是刚说了 那么时间呢 是昨天 好 所以呢 这个句子连接起来 就变成了 昨日9时から6时まで 我工作的工作 用了 那么昨天 就变成了 那么有些人说 老人说 从上午9点到下午6点 那如果把上午下午也加上呢 当然可以了 变成了 昨天 情况下也会把它理解成是上午9点到下午6点 明白了吧 好的 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个句子当中的 用からまで来翻译的一个重点 那我们的練習问题はこれで終わりました 疲れ様でした NC就到这 大辛苦了